香港楼价跪拙全球。负担难度也全球居首。美国智库Urban Reform Institute与加拿大智库Frontier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联合发表的报告显示。 香港连续一一年位居最难负担城市之列。达收入中位数的20.7倍。意味港人需要不吃不喝20.7年。才能负担起一个住宅单位。远超排名第二加拿大温哥华的13倍。上述两个致富于2005年起研究楼价负担指数。 以楼价中位数除以家庭收入中位数。得出楼价负担倍数。即家庭收入要用多少年才可以购买房产。 若低过三倍为可负担。5.1倍以上以为严重难负担。而报告于2011年开始涵盖香港。而自入榜开始。本港楼价负担难度就高达11.4倍。 并持续在榜首上逐渐抛离其他城市。于2019年更达到巅峰的20.9倍。之后虽然连跌两年。但香港仍远远抛离其他城市。 根据报告。环球受到疫情游轮一年。多国商计封城。加上社交距离限制。导致经济转差。失业恶化。减薪等问题。多个城市负担指数恶化。 除着疫情持续。许多已经因住房通胀遭受打击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。生活水平将进一步下降。 不过其他外国城市。由于疫情令在家工作越趋流行。不少家庭得以迁往教可负担的地方居住。 有助于一些高楼价区域价格回落。但香港面积不大。居民搬无可搬。受惠有限。 感谢观看。